家具我们要转的 人也介绍完了 当然台湾还有什么 特产啊 特产一定要介绍 还有风景啊 我们先介绍风景好了 谈到风景最有名的是什么 一样是谈到 我们可以改用别的写法了 Speaking of Cynic Scenic Sports 那最著名的 最著名的是 哪有阿里山 还有这个东部的太鲁阁等等 还有墾丁公园日月潭等等 很多 我们就可以聚两三个就好了 The most popular Ulo 这个五万 最著名的一个是什么 Is Mount Ali 最著名的就是阿里山 Is 阿里山 阿里山 阿里山写完了 在阿里山可以看到什么 马上漂亮的关系纸句又出来了 Will在那里 你看 关系代名词跟关系附词 Will是修饰地方的 Huan是修饰时间的 这个就叫关系附词 Will You can see 你可以看到什么东西啊 这个 看到云海 这样子 Emmense 一大片的 MENSE Emmense Seas of Clouds OK 一大片的云海 这是第一个 好 这是讲最著名的 Another one 另外一个 Another one is 好我们就讲 墾丁好了 墾丁公园 或者是东部的太鲁阁 太鲁阁 好 这个是 t is 太鲁阁 太鲁阁是 太鲁阁 是 太鲁阁 goge g-o-r-g-e 太鲁阁 峡 一样 我们还是用会儿来修饰 会儿 站在那边 你可以这个 看到 哇 去 你看看会儿多好用啊 这个会儿就修饰前面的 太鲁阁 太鲁阁了 那你可以观看到 壮丽的山水景色 壮丽的是 Magnificent 这是比较难的 我们写Marvelous就好了 M-A-R-V-E-L-O-U-S Marvelous Landscape C-A-P-E Landscape就是山水的景色 好 再来 And still 又还有 也是 非常值得参观的 这是哪里 墾丁热带公园 also 我们写also 同样的 墾丁的 墾丁的 kenting k-e-n-t-i-n-g kenting tropic 热带的 forest 森林 公园 park ease 也是很值得 参观 It's worth you were visiting 会儿 再度用会儿 好 一样 这个会儿 就是来修饰 前面的 墾丁 乐带 国家公园 在那边你可以怎样啊 老外常常很喜欢去玩水 所以呢 他们 有时候呢 常常会做浮浅 这样子 会儿 you can enjoy the pleasure 乐趣 of snorkeling 浮浅 这个鼻孔 这个嘴巴含的那个管子的 那个叫浮浅 我们称为snor n-o-r-k snorkeling 如果是被氧气筒的 被氧气筒的叫 scuba diving 那个叫潜水 好了 ok 下去我们就要写结论了 可是呢 这个夜市跟水果都还没写到呢 这麻烦了 等一下我们用 再用简单的一两句来学好了 好 Welcome 总而言之 ok in short 总之 Welcome 或者是 欢迎你 Welcome you to visit visit the island 这个岛屿 你不写这个island也可以就是写台湾 好 我们现在可以用 这个补充说明 来 说明这个小岛 这个台湾 这个是富有什么的 好 rich in of variety of delicious 就是美味的 delicious food 这个水果 fruit ok and and 以什么出名 所以后面就直接and popular with foreigners 受外国人欢迎 那以什么受欢迎呢 for 夜市 夜市 那个或者是美食 当地的美食 for its local delicacy delicacy ok ok 好 这样我们就补充进去了 用 用补充说明 用一个dash 后面rich in 就是富有的意思 充满的意思 那后面是 又以什么欢迎 这是形容词 这边也是形容词 and popular with 以什么受外国人喜欢 当地的美食受外国人很喜欢 好了最后我们要结束了 期待你的来临可以用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coming 是用m-i-n-g 好现在称谓 最后的称谓竞争语 所以朋友朋友之间 我们就要用 sincerely use 好 sincerely use 然后后面加一个签名 我们就随便写好了brian b-r-i-a-n 这里老师做一个简单的补充 如果我们写信是写给家人 那个竞争语 因为家人之间是有亲情的 我们要用affesionately 这是写给家人的 affesionately 如果你是写信给长辈 长官上师长者 那我们是要尊敬他 所以这个时候的竞争语 我们会用respectful respectful是表示很尊敬的意思 所以人家用respectful 副词 use 我还是把use 写出来 use 然后逗典 再来签名 这边也是一样 affesionately use 逗典 再来签名 好 这个 就给同学做一个参考 好了 这篇书信就很完整的呈现出来了 这篇书信就很完整的呈现出来了 这篇书信就很完整的呈现出来了